好,那現在我就開始來講 首先呢,有些是電腦做得到的 有些是手機做得到的 我一個個來講,那電腦做得到 因為今天老師沒有帶電腦 我當然也會點一下 那各位,反正這個沒有時間操作的話 我們老師回去可以看我的影音檔 當然就是或者是我這個影音檔 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內 我就會放上我的網站 我可能放在那個剛才我的網站的其他 那個,來 我到時候會把影音檔放在我的 在其他演講課程當中 其他演講課程當中 所以各位老師如果有興趣 這個就之前也有Google的應用 我是在2018年5月25號在明川大學 給明川大學的老師們講的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點進去看 好,所以我到時候會放在其他演講課程 在這個禮拜之內會放上去 所以老師如果那個 等不及就可能跟阿傑拿那個錄影檔 那如果可以再等一個禮拜之內 就到我這個地方來 首先第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有時候在某一個開放的場合 就像比如說現在這個場合 我沒有各位老師的LINE 我也沒有各位老師的E-mail 或者其他的聯絡資訊 假設我有一個東西想要分享給所有老師看 OK,你看我沒有各位老師的資訊 我希望老師能夠在手機上就看得到 或者是那個假設有帶電腦 在電腦上執行就看得到 而不是透過我投影的 因為也許投影的我下一頁就切過去了 你就看不到這一頁了 那起碼今天您在電腦上或手機上 打到這個東西就看到了 首先第一個 有時候網址很長 你就可以做所謂的縮短網址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 我今天在雲端硬碟當中 我有一個檔案 我隨便抓一個檔案 這是上一次2017年 就是在中山社大這邊講的頭影片 假設這個頭影片我想分享給大家 那我當然是共用 這是Google的那個簡報 我想分享給大家 我就共用 共用之後呢 那一般來講 這邊有一個開啟連結共用設定 當然這邊有一個進階 進階是做那個全線的開放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全線變更一下 變成任何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都可以看我這個頭影片 好 開放了之後呢 連結的網址在這 你看這麼長 我怎麼分享給大家 難道我寫在白板上頭嗎 不可能吧 而且這種大小寫都要固定喔 這麼長的網址 那通常我就先把這個網址 複製下來 然後按完成 你看網址這麼長 我怎麼丟給別人 我沒有各位的LINE 我怎麼丟給各位 我也沒有各位的E-mail 然後我寫白板 我看我自己 光我自己寫在白板上 恐怕都會錯掉了 何況是大家 再沿著白板 再打到電腦 或打到手機上頭 對不對 所以呢 有個縮短網址非常好用的 叫做GG.GG 很好記吧 GG.GG OK 所以呢 你看我把GG.GG打上去了 我怎麼都是英文的 沒關係不急 它就只有短短的一頁 你就把網址貼到中間來 欸有沒有在這裡這麼長 然後呢 勾選這個字眼 Customize link 打狗狗 然後呢 只要在後面 打一個簡單易懂的字 但是 比如說 欸 這個是跟旅遊有關的 我就打travel 假設啦 我打travel 你按 按這個按鍵 short 把它鎖短 它就出現一個紅字 link with this path already exist 就是說 這個連結 已經有人用了 你不能用它 所以 這個連結的 這個縮短的名字 已經有人用了 不能用它 那怎麼辦呢 我就建議各位 再搭上今天的日期就好 8月28 我就0828 travel0828 shorten 非常好 也就是呢 我以後公告給人家 只要說 GG.GG 斜線 travel 0828 enter 是不是就同樣的資料就出來了 OK 說短網址就非常方便 OK 所以 各位 很多老師的想法 沒關係 我在Google裡面搜尋 短網址的方式 你要找到某一頁 找到某一頁之後呢 你可能還要去了解這個短網址怎麼說 但是你用這個GG.GG 就非常方便 因為光GG.GG就很好記嘛 那短網址你可以取得不長 都可以 這叫短網址 然後另外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 像我 有些人 有帶手機 有帶手機的話 如果我能夠 直接把檔案 透過各位的手機 甚至不要打那個英文字 是不是會更好 那就是掃什麼 QR Code 掃QR Code怎麼出來呢 很多人的做法也一樣 要在Google裡面搜尋 QR Code的掃描 這樣子太浪費時間了 我建議各位 善用這個 Google Chrome瀏覽器 這個 Google Chrome瀏覽器 因為IE 連微軟都已經公告號稱說 請大家不要再用IE了 IE瀏覽器有很多的漏洞 請不要用 連微軟自己這樣講 所以 我建議各位 以前的習慣 常用IE的 不要再用了 請用Google Chrome這個瀏覽器 然後 Google Chrome瀏覽器 可以做什麼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這上面有一排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啊 各位如果自己有電腦 恐怕你看到這個 Google Chrome瀏覽器 沒有像我這麼多啊 這就是 Chrome的外掛軟體 外掛 安裝很簡單 跟各位說 你只要在網址上 打一個關鍵字眼 叫做 Web Store 來 我用記事本 弄字比較大一點 給各位看 這個字 打入 Web Store 如果各位以後 Chrome瀏覽器 要加裝外掛程式 你就在搜尋的地方 打入Web Store 它就是在負責安裝 Chrome瀏覽器的外掛 OK 好 Web Store 來我這邊打下去喔 請看一下 Web Store Enter 好 第一個 網站 就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看到的是這樣子 基本上看到的是這樣子 你在左上角 這個地方 打入 Q R C O Enter 這邊就有好幾個可以用了 OK 那這好幾個我要怎麼用呢 你只要在右邊先加到Chrome 這個麻煩的步驟只要做一次就好 以後相當簡單 你找到一個你想要的加到Chrome 然後呢 中間會跑出來 要新增二維碼生成器嗎 這邊中間有一個新增擴充功能 每幾秒鐘 右上角就出現了 二維碼生成器 它現在幫我收到裡面去 在這裡 啊 我裝了東西之後 我的電腦好像空間快不夠了耶 我想要移除 移除也很簡單 在這個地方 按右鍵 從Chrome中移除 移除 移除掉了 很快 移除掉了 你看我這邊下拉沒有東西了 但是我之前有產生音 我之前有安裝另外一個在這裡 安裝哪一個都可以 那我舉個例子喔 像我剛才的個人網站 比如說呢 我的個人網站 假設啦 假設啦 假設自我介紹 好 這是我的自我介紹 然後剛才的一些東西都在這 欸 假設這網址 也不短耶 來我縮小一點點 啊 這樣看不到 好 我的網址也很長啊 你看這邊 個人介紹的 喔 網址很長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很簡單 直接去點這個 加值的東西 啪 QR Code就出來了 你看喔 我隨便再抓一個 這個獎益 這是兩年前 兩年前的獎益 OK 好 要分享 很簡單 QR Code 一拍出來 各位一掃 趕快 如果各位 老師又想下載我 那個 一年半前的獎益 我剛剛有開放 所以 各位可以手機掃一下 你馬上就可以獲得我這個 這個獎益 這是兩年 算一年半前的獎益 OK 所以掃就非常快 這個獎益是講到 用一些 怎麼做那個 影音課程 怎麼做影音課程 像比如說這邊 我有介紹到 就是用什麼 錄製的設備 然後甚至 錄影程式用什麼 怎麼上傳到YouTube 還有另外一個 互動的工具 叫卡戶 之前有講過 就是 你可以出幾個題目 然後讓上課的同學 講答 欸 那個氣氛很熱烈喔 很好玩 然後另外還有 classroom 如果你分享的一些東西 你不希望讓其他外人看到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Google Classroom 把你的教材放在這裡 只有在這個classroom裡頭的人 才看得到 其他人看不到 你甚至你可以在這邊 這個平台上出作業 學生繳作業 然後你在上面打成績 打完成績之後 你還可以把成績匯出來 還可以匯出來 像Excel一樣 可以打分數 這個非常好用 那這邊 這個是之前的講義 我有提到的 如果各位老師不嫌棄的話 像剛才我這樣 點一下QR Code就出來了 大家掃一下就有了 OK 所以 這是一個短網址跟QR Code的方式 產生QR Code的方式 但是這個在手機上不適用 這是電腦 這是電腦版的 短網址也可以啦 你只要把你哪個想要的長的網址 然後把它那個什麼 那個傳上雲端硬碟之後 然後你把它分享出來 就有一個長網址 長網址複製 再把它丟到那個什麼 那個GG點GG 你把它縮短網址這樣就快了 我這邊做一個小範例好了 因為各位老師都是手機嘛 我們來做一個小範例 我甚至跟各位講 我很少用名片 我沒有名片 但是如果各位的名片 你想把它放在雲端 然後呢 你產生一個那個什麼 QR Code或短網址 要讓人家知道 怎麼做 OK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我用手機好了 我用手機 好不好 來 等我一下 Apple的可以投比較大畫面 我現在 右邊 我放Android 然後左邊 我來放Apple 投一 好 我左邊是Apple的 好 那我舉個例子 我今天 我要那個 我想把某一張照片 分享到雲端硬碟 然後我要公開 假設那個 假設那張照片就是我的名片 所以我做一次喔 你看 其實我現在這個 Apple手機 我在投影 我可以離線 我可以離線的 走 我現在就是 無線的方式 不是離線 無線的方式 我這樣就很好 我就算走到後面 我也一樣可以操作 OK好 不過對不起 這個投影程式是要付費的 是要付費的 但是 Android這個投影 不用付費 但是來 我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想把一張照片 那我就用這個 最左下角 不是Apple有一個照片 我抓一張 我想想看抓哪一張 抓一張可能比較 好 好來 假設 假設這一張 好吧 我放 這沒有轉 他沒有轉到尺 沒有 居然我已經放尺了 他沒轉尺 好 沒關係 這一張照片 假設是我的名片 那我現在呢 我希望 這是我的名片 我手上沒有帶名片 我想給人家用手機掃一下 那怎麼辦 好或者是 產生那個什麼 那個短網址 怎麼做 來首先 但是我的 那個投影的 他怎麼沒轉下來 他因為他會自動 應該會自動轉才對 等一下 我看看 哇 我這個投影了之後 對不起 Apple底下的東西 會沒辦法呈現出來 好 因為他認為你要看照片 所以底下 有一個 Apple的 Apple的老師都應該知道吧 有一個分享的功能 那個 就是一個方框框 上面一個箭筒 那Android 就是那個 像一個小魚的符號 有圈圈的 小魚的符號 分享 好我按分享 各位老師可以看喔 我按分享之後 那 這邊 我就可以找 我把它分享到 有人丟Airdrop給我 哪位老師丟Airdrop給我 好吧 我先接受 因為這邊 好 呈現 重來一次 照片怎麼跳 畫面跳掉 等一下 我投影的可能跳掉了 我再一次 等一下 我投影的可能跳掉了 我發覺他的照片會自動幫我橫向 好 照片呢 來我按分享 分享之後呢 各位老師可以看到 這裡底下 就有這些東西 然後呢 我先把照片 傳到雲端硬碟 有沒有 各位老師可以看到 有個雲端硬碟的圖案 我把它分享到雲端硬碟 然後呢 你看這邊 檔案的名稱就在這裡 我就按上傳 好 上傳好了 上傳好了 接下來 我到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的圖案 有一個雲端硬碟 我有下載這個app 所以雲端硬碟 點下去 然後呢 現在找到 我看一下我的照片 放到哪裡去 雲端硬碟 近期了 好 就這張 有沒有 這張照片 我想讓人家看到 因為 如果你有LINE 直接分享LINE 是最快的 如果你沒有LINE 那怎麼辦呢 你當然就是要做 所謂的 共用 剛才我按三個點 共用 然後共用呢 來 這個 有一個 共用對象 是誰 那當然我先把 共用對象是 那個什麼 共用對象 存取權 我先把它設定一下 叫做 檢視 我只要讓人家看就好 不要讓人家編輯 所以我就檢視 OK 然後呢 接下來 這裡的手機的話 大概只有三 上面三個點 可以做 這邊 什麼 擁有存取權的人 有人 AirDrop 給我 我先接受一下 接受 又會打開來了 等一下應該先暫時拒絕 我先取消好了 對不起 因為花一點時間要傳 我要按這個 我要按這個鈕 擁有存取權的使用者 我點一下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連結共用設定 已關閉 我把它打開來 點一下 因為它是私人 所以呢 這裡連結共用設定 已開啟 然後只能觀看 至少這樣子可以觀看 然後我就把這個連結 好 連結 看一下 接下來 這個 我覺得真的 操作手機有點麻煩 我還是喜歡用電腦 直接做分享 好 因為要 要複製連結 我看一下複製連結 好 有時候連結不好複製 連結跑哪去 看一下 沒有真的不長 好 我直接送出去 送出去 出去 我看 我看這個手機這樣子分享 好像不好分享 好 來 我看一下 擁有存取權的使用者 也是一樣 這 共用了之後 很難把這個 傳出去 那個網址傳出去 啊 有了 OK 剛才我做完設定 我再講一次設定 右上角的三個點點點下去 然後呢 選共用 剛才共用的目的是把全線打開來 全線打開來呢 是各位直接點這個地方 然後 開啟連結的共用設定 開啟起來 然後把它的全線只能觀看 先打開來 然後打開來呢 先跳回來 跳回來到這張照片 然後呢 來 我再來做一次 按右上角的三個點點 到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個 複製連結 OK 我就把連結複製下來 連結複製下來之後 接下來 我怎麼縮短網址 你就到 Chrome 瀏覽器 然後呢 上面打 GG 點GG 好 是不是又跟剛剛畫面一樣了 又有這個 然後你就在這個地方 按久一點 放開 它就有貼上 因為剛才你複製 按久一點 然後放開 等一下喔 再一次 OK 然後選貼上 哇 剛才那麼長的網址 是不是就出來了 然後再去勾這個 Customize Link 打勾勾 然後呢 打勾勾之後 來取個名字 取個名字 你就不能取剛才的名字了 好 假設我就打 AAA 0828 A A 然後 再來 shorten 好 Excellent 所以 我只要跟各位講說 你要看我的名片 只要到網址這邊 打GG 點GG 斜線 然後呢 AAA 0828 好 OK 你看 這好像就秀一個名片出來的感覺 可以嗎 好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 手機其實有很多功能不好操作了 至少我先秀手機的當中 怎麼去呈現 你的東西要分享的資訊 甚至網站都可以 好 來 先到這 我先停個一分鐘 那我也順便停止錄影